第二套,第二套就擺明是有設定的,雖然可能是錯的 擺明是表我們第一第一套講的,我們跟著講的那套就是測子彈,Black Bullet 又是大師的,聽聞又是懂設定的一套 他的設定其實就是簡單,這個持平來說他的設定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本身上一套就是所謂他本身有個世界觀的設定,再加上他有一個系統的設定 所謂的魔法系統的設定,他要變成兩樣東西 補回一點點,我不是要祈求他兩樣東西都說完 他跟我講了時彈一樣才我都覺得OK的 你講一點,兩樣都沒有這樣 但是測子彈這裡其實,浩野開頭就其實,他很快 其實純粹是第一幕頭的那幾分鐘,其實是吸引你眼球 純粹是告訴你世界有位秘密 其實不是的,其實是傳統的一個模式 就是用事件帶入,發生一件事件 當然要用一些很自白向的東西去講 為什麼有怪獸,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世界做了什麼變化,為什麼有關好事 有什麼對應 那就已經講完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沒有隱藏實力,沒有每項 他沒有,那他又,你又不要誣他 這件事其實剛開始,主角回憶他小時候 純粹就是剛才,I am和爺人姐所說的 基本世界出現了什麼 你看到世界,個個難民的世人款 你都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被人毀滅了 可能他是偷渡的 可能是,難民的全部 說明人毀呢 其實他很快就開始說,到主角去工作 大過了 十年後 然後他就立刻,一件事件 其實那件事件已經很簡單 有一個說,什麼懸腸生物 其實之前毀滅世界都是這件事 他還沒說的,但其實已經說到 主角作為民警 連健 作為民警 其實他的工作就是要對付這些 原廠生物 即是蟲蟲 這些原廠生物就是一般人是不能夠對付 所以警察呢 其實警察只能在外圍包圍 其實這個當然是有傷害的 你又阻止不了他,但你又要包圍他 即是你想他死 你明白嗎?警察要面子 警察是維持秩序 維持治安 但當你發現有這些特殊生物之後 你就要找一班特殊警察去做 驅床公司 明明,運轉隔離居床 不用黑水封印者 用鑼尼就可以了 用鑼尼就可以了 有兩個沒有 其實應該說 現場死者裡面 那個人不是被原廠生物殺死的 不是,他的動畫也沒有說到 有 動畫也沒有說到 動畫只不過一進去 看到兩條警察已經死了 然後有個好像類似捉卡 那樣的東西站在那裡 過程發生什麼事 他其實也沒有說過 如果原廠生物殺或整傷 是會變形的 但你怎知道 他那一集 其實是看到兩個人死的 然後有一個人 一開始想著是否原廠生物殺死前 然後立刻有別人的影響 不關他的事 其實是我做的 你不要冤枉他 是我做的 勇於承認是良好的表現 然後因為本身就是 連健和炎珠 他們分開了 是滾了下去 因為這個自仁者 是沒有安全帶的關係 就滾了下去 然後其實就講迷之人 其實你當是 他開始要發展一件事件 然後用炎珠那邊去講 初步其實你那一刻都未明白 會給你印象 那一人 就是在那間屋住那位的住客 而炎珠看到他那一刻 就已經知道 這個人是沒得救了 他那一刻是感染了 好像看那些 巴薩 爽 爽 總之其實你那一刻都要看到 炎珠不是普通的 那一刻其實不是叫 異形 我就是想說異形 怎樣 異形 因為異形是寄生 寄生一個人道 摩著彈 然後 爆開 爆開的人 生一個異形出來 這裏當然是 生二形 生二形 這裏不是二形 當然這裏就是 其實你當它是寄生 寄生了之後 然後借人的肉體去進行演化 這個是有的 大家是藥材的 叫做東蟲下草 東蟲下草 是這樣的 有部份的烏鷹也是 那這一節就是 其實跟著就是 講這個 基本 對付 即是原廠生物的設定 以及怎樣去對付原廠生物 其實就是 子彈沒有用的 刺激 它很嗨盤 子彈不是沒有用 只不過 要用特殊的子彈 財質做的 財質做的子彈 財質做的子彈 才可以對付它 還有就要靠 就是 Initiator 對 才可以對付這些 Lidar kick 關女主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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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女主角嚴豬是 套型的Initiator 這個也帶出 Initiator的設定出來 很快就說了 Initiator 其實就是 她在之前那個 舞體 正在討論的時候 有些體育 感染了下去 但她出生後 全部都是女生 那些女生 有一個特徵 就是紅眼 那她的新特徵 紅眼 應該第一集 都未講 第一集 第一集最主要是 因為她之後 連結再去找博士去驗屍 驗完長生物 開始 那裡就講這個設定 其實最主要是講 現在這個世界的狀況 究竟是怎樣 她的職責是什麼 她的職責是 她的職責是 她的職責 她的職責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故事架構 她講出來 其實她第一集 有兩個人講了設定 男主角又講了一些 站在文警角度的設定 或者第一身體驗 然後博士又講了這些 蟲蟲的設定 以及Initiator出現的事情 講到文警和Initiator 為何做一個拍檔組織 她負責什麼 文警就是Initiator 加Promotor 男主角就是Promotor Promotor是普通人 Initiator就是剛才那些 特殊的少女 跟著她在第二集裡 她其實除了說 繼續展開就是那位 面具男的事件之外 其實第二話 最主要是 現在這個世界的人 歧視 Initiator 的態度 是怎樣 還不算歧視 其實是歧視的 因為她已經是 當她那群Initiator 是一種 有別於人類以外的物種 那就是歧視 等於你看 便摩士 那些人對 摩托士的反感 他覺得這群不是人 他覺得這群是 四人類 或者簡單一點 用一個不動畫的 X-Man 近來超級英雄電影的 X- 或是 在故事裏面 亦都表明了 其實那些人 是不知道 其實現在 這群所謂的普通人 還能夠在這個世界 還能夠在這個社會裏面 生存 其實很大部分 是歸咎於這群小孩子 出去 他幫你保護這個世界 對 因為他們才有能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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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病毒沒有辦法 有效 你當是歸香 對 就不是沙網 不是都像 圓圈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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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沒有說這件事 因為那隻的原廠生物 還沒有抓到 但是這裡最主要第二集 那裏就是 民警的架構 基本一家民警公司的構成是怎樣 社長加民警 那可能還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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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營 小營 這算是小營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這個社會對這些 政府和警察的態度 應該是說了政府和警察的態度 我覺得不關政府的事 不關 會 因為你應該這樣說 他現在的 你講的法案 他很清楚的 這個 你當是 就是被結界保護 就是被這些蚊香 保護著的城市 其實那些蚊香那些 就是民警他們用的子彈材料 所以就能夠對抗這個原廠生物 而民警的工作就是 蟲帽打和 衝撒打 就是二人一組合作 就是去消滅原廠生物 其實這裡很簡單 其實結界不是一個絕對的結界 打也就是100%就可以放到 所以不要管還是有沒有人放出來 其實很肯定的事情就是 結界不是100%的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蚊香 他不是一個撒發死 撒發死 已經要做幾顆 都要用尖 都不是黑船蜂 然後他再提出,尤其是第二集中後段,最主要是集中人類對這班initiator的反感和待遇 其實警察那件事件已經講到,第二集前段已經講了普通人類對於initiator的態度 有件事件就是有個initiator的女生偷走了有些東西,接著被單紙捉到和警察捉到 然後後面就拿去私刑 警察就不是送他派出所,是自己堆壞了 或者這樣說,其實他在第二集中,其實他用了幾方面,首先就是對他們的不公 在某程度上,就是這班小朋友在社會上沒有一個地位 沒有人權 沒有一個身份 沒有身份是偷渡的 而待遇的就是他們特意將他們隔開了在這個城市的另一邊 就是你當作是一個貧民區的 他沒有特意隔開了 有,就是那個女生的那個區域不太離開了 主角是看到就是趙橋斷了,然後整班紅眼的小朋友在對外看著他 他好像真的就冤 我反而覺得像什麼奸義 不像幽靈公主 我覺得不像什麼 然後他再用就是炎珠被人補寸 在學校裏面就說他是 initiator 這件事就令到就是社會,這個是社會大眾接不接受 這件事就是,因為剛才所說的就是 其實你如果一開始那個警察,那個小女兒偷東西 那偷東西,那他要抓住他 那其實我告訴你,你是不是也要抓你 而私刑的話,你當作這個社會其實可能 這個社會可能是很腐敗 很有漏洞的性 但真正說到就是待遇差別的其實是炎珠的事件 就是學校的事件 而主角身處就是,因為主角的事件就是 我知道這班小朋友才是真正保護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的重要之處 但是他們完全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有點像之前大劍那套東西 K-MORE? K-MORE那套 K-MORE大劍就是保護人類的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類也是很不喜歡大劍的存在 有點像 K-MORE大劍就是對他們不認識的東西的恐懼 所以想排外 K-MORE大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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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他用這個好像沒有說過了 之後應該要再說究竟是什麼能力 之後再看完我才知道設定是怎樣 所以你只知道這群人類型態是要維持人類型態 對 應該可以這樣說 他會震死劑 我們一套連一套 簡直是一套連一套 全年訪問 在這裏的事件裏 其實他很簡單 他現在仍在用一隻原廠生物的感染體 去全年訪問 當然另外他講到的就是阿面巨男 在出席他們要去捉這隻感染體的時候 這樣就突然出現了 那裏有帶了幾個設定 第一個設定就是這些民警有很多批 有排名 有排名 列隊在社長後面 很帥 還有最主要是說社長阿天和穆庚 就是他的 聖天子守直輔助官 就是他爺 就是他爺 而主角也是受他爺爺的陰慰 即是因為他 養父 養父 當然還未出席他們 為什麼他們出席了出來 還有 出席了一件事 雖然他沒有說明 阿天和應該是有神病的 有說 有說 因為他說要做福摩透色 福摩透色的話就是神病 你錯了 他那個英文他說的是洗神 不是福摩透色 福摩透色是不用去醫院的 福摩透色是他 他有那部機器就是了 孫明楊都要用福摩透色 不是都要洗肚 怎麼會 真的很可憐 這麼小時候有新病 很遺傳 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個就 那 不管了 長期病患者 沒有問題 但是 算是說完了嗎 沒有 整體上 那套東西裡面 作畫 兩者兩者作畫 是很穩定的 很穩定 非常之不錯 還有就是 為什麼他作的風格呢 我特別說女角 有馬你覺不覺得是 五年四班 五年木 五年木 那字 五年木 那字 那字 有少許 是炎珠的 像 我都覺得 你只有各字 就不可以說全部都是 用色和眼的形狀是像 即是說雙馬尾 五年木 只是說雙馬尾 暫時 即是戰鬥裡面 因為真正打 原唱心脈的第一場 炎珠的那場 那場的拉打擊 那他對人也有打 一隻刮面具佬的 對人也有 對人 對人 我說對原唱心脈 是只有那場 對人的話 是 用機關槍射下 那個人是不是人的問題 他應該不太是人 基本上 見到 起碼有 叫做有體術 你看到是有體術的 戰鬥場面 但是我覺得面具佬的設定挺有趣 可以被人打到一個頭 因為第一集他出來的時候 我打算 最後是大哥 這個人是一方通行 他用斥力的 但第二集一出 原來是主佬 究竟是自己 還是他 他是想招攬主角 因為他第一眼看到主角 他就喜歡了主角 有興趣 有機情 他那種類似 類似是極端分子 他又 你看到誰 只要沒有人 小生人 小生人 他又會去對付那些 原唱生物 但是他自己本來 他是不是對付 他在現場 但我打不知 他第一集說 我要搶一個相 第二集說 我也是要搶一個相 但總之他 現階段表現 就是對政府的政策很不滿 他要破壞世界 破壞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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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裏面 因為他看得中 連見的原因 就是因為連見 社會的歧視現況有不滿 不是 他看得出 其實他是關心的 他是關心的 他是一個關心的態度 他是處於一個 他不是說看不起 這些人 甚至他覺得 這些人應該有他們 合理的待遇 面具佬其實是 看中了他們 因為其實 你見到 你見到 同時間就是 不知是否全部 全部的民警都是 一開始的民警 有一條 拿著大劍攬 那條彈散 人家會告排名 我知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 道具 只是道具來的 工具 道具流當然是道具 就是 會有那個 就是連 一班 知道 其實他們是靠 導致 才可以 殲滅這些 原生生物的人 他們對他的 待遇都是這樣 可能他會覺得 他是所有物 即是電話機醒 我可以說 這套東西裡面 他用了幾多細的位 去表現世界 其實他沒有直接說 有一條彈傘在回憶 然後說一大堆 他沒有這些 簡單說 如果你找到一分鐘左右 我不算是OPED 他沒有任何的交代 基本上是很難的 他擺得很緊密的內容 唯一的缺陷就是 動作場面也好 社會狀況 人物關係也算交代得到 最多是說 社長那裡不算清楚 那是雜數 你要慢慢去鋪排 這件事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唯一你可以挑剔的 就是科學的設定有問題 你說吧 你還沒說 你怕頭前說 你很想說 博士說蟲蟲 我不叫袁搶生物 你沒有需要跟我說 蟲蟲變成這麼大 本來應該沒事 接著他現在有隻動物 因為有隻病毒 所以令到他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其實不需要 你說那些變異的蟲蟲 是受病毒感染 變異就可以了 這個設定有點奇怪 最不常識的東西 他是對的 就是可以用病毒去改造蟲蟲 然後那些蟲蟲的病毒 又可以再感染其他動物 這件事是合理的 然後透過改造 那些病毒是可以改寫 那個感染人士的DNA 就像那位大叔那樣 當然最後變成蝴蝶的蟲蟲 是合理的 但是變成炎豬 小女兒那些合不合理 就有點傷害 你明白這個是異世 不是 炎豬那些是未變 即是他有特殊能力 即是是和不是之間 變成Hybrid 那這個就要講蒙面出人的問題 這個異世間 這個異世間物理其實是不可以的 異世間物理其實是不可以的 很簡單 對我來說 看這類型的作品 無論是魔禁也好 這套也好 我很簡單就是 你能表現到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 什麼波忌 我認為是不重要的 因為你是一個空想世界裏 什麼波忌 他跟現實相不相同 你只要不要跟我說 地球是四方 其實是用物理現象去形成這件事 即是好像那種叫做 魔法禁書目錄的物體 可以現場 可以拉水後的 那些問題 只要你不說 我就不會覺得有問題 因為你沒有說過 我真是當作 這種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是這麼多 完 這套作品專屬 是的 這套作品專屬的東西 其他作品沒有 只此一家的 我不會去深究你這個力量的層次 單位問題 只要你自己不刮出來 和我在討論的話 你討論你就是錯 你一討論的話 沒有 他現在就告訴你 我現在的設定就是這樣 總之我說他這樣變 然後他不能跳就不能跳 他不能飛就不能飛 就是這樣 我不會突然拿出現實中的名詞出來 其實他是因為這件事 而衍生這件事出來 就不會有人去找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 找不到的 所以設定上 應該說這些所謂的合不合理上 他不說我不會去評論他 但我先想起這件事 他第一集出那隻怪獸 是蜘蛛 或者是面具佬的女兒 或者是她的女兒 螳螂 螳螂 但我又不明白 是蜿蛛的兔子 但其實是很奇怪的 因為原廠的生物 這件事是不存在 當然是在世界上 但你會讓我 所有的非蜘蛛類動物 有一種叫康牆 其實大部份的蟲 你也可以組成一個類 或是蟲 是獨立自己的一類 但問題是 兔子是有隻骨 所以很奇怪 會不會有兔子的大怪獸打呢 這個就比較有趣 我也是那句 你只要不涉及 真是現實的生物學 我不會理你的 你說有龍形都可以 不是他叫XX動物 他只要不叫原廠就可以了 OK 你不要管 只是螳螂拳和這個 螳螂拳 就是蜂兔拳 特命王 兔子跳了就叫特命王 不是蜂兔腳 二代霸裂腳 不行 不需要太深刻 對他來說 他交代祖 因為我覺得這套東西 在今季來說 有架空設定的東西 這套東西在今季裏 真是做得最好的一套 最完美 就是應該說 他要講的東西 他在頭兩集裡面 基本設定已經講完 我是完全understand 他究竟在講的什麼 以及故事的基本走向會是怎樣 在那裡設定 跟著他後面的劇 都是單元式的 可以很簡單的說 他怎樣說 就是到時候再看他的手牌 但至少就是 他兩集裡面 他應該要交代的東西 他已經交代了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他之後就不用穩定 他之後就不用再補這世界觀 他就好了 專門去集中講的故事 而且歌都不錯 歌更加不錯 都是炮傘 全部保留 所以值得期待 我覺得也值得大家留意 值得大家繼續留意這套作品 還有拔乾由衣 好了 我們這套 下一套都講了 我們已經預告了 好 下一套